今天有一個有點神秘的開箱任務 坐在我身邊的就是好久不見的Vivi 大家好,我是Benly台灣的Vivi,大家好 為什麼說這次任務有點神秘? 因為其實這台車還沒有上市 應該是Q4的底 應該大家陸陸續續可以在路上看到 這一台全新的北京啊 我第一印象非常深刻 這個頭燈好像跟你們那個Continental GT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水晶切割的感覺 對,非常漂亮 它車身的板件完全都跟上一代不同 對,這很少見喔 所以我可以稱之為這種改款 叫做大規模小改款 不只是像一般車型的小改款 其實改的非常多 其實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那個腰線 它的肌理線條 整個線條更緊緻一點 就是更運動感一點 它其實是可以從車頭一路一直延伸到這個大尾翼 所以你會整個看起來更流線 尾燈也有一點類似呼應頭燈的感覺 對對對,就是那種水晶切割的感覺 載具引擎還是跟之前一樣是4.0V8的雙渦輪引擎嗎 是 然後它的動力跟它的底盤懸吊 基本上跟上一代是走一樣的設定 所以是550匹馬力 然後它的扭力也是到了700牛頓名 我們現在坐進車室了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它整個變得更科技化 所以中間的這個部分我們變成有點像B型態 有點像翅膀的方式的除風扣了 後座也是這台車的重點 那有兩個部分 第一就是說這台車是選配了獨立的雙座 你可以看得出來我們現在坐的 兩個人坐下來其實是非常的舒適 真的非常舒服喔 同樣平台之下軸距也沒有改變 但是它就是多了10公分 但是後座藉由細部的重新設計 所以腿部的空間 對 有多了10公分 一座上Bentega小改款 立刻就可以感覺到它跟小改之前有點不同 首先這個動力的輸出就是更線性 不管你是在出彎啊 或者超車 或者再加速 你會覺得它非常的有疑慮 而且非常飽滿 一切都那麼恰到好處的感覺 我們找了一段郊外的公路 然後稍微提升速度開它 由於後輪的輪軸距加寬了 要採取一種好車化的設定 因此開起來更為敏銳 它同時也更穩定 這一點很有趣 你很難想像這麼大的一台冰力SUV 開起來竟是這麼的活潑 甚至帶有一點駕駛樂趣 這跟小改之前真的很不一樣 這動力實在太舒服了 出彎加速那種 綿密浑厚一氣呵成的感覺真的是很棒 然後加上整個車身的動態非常穩定 平衡性真的非常高 雖然原廠沒有特別強調說 氣壓懸吊做出什麼樣的更動 但是我們在郊外的大彎這樣跑起來 你會發現說 因為本黑嘎畢竟它的身形非常龐大 然後呢車重也不輕了 過彎的時候會有一點左搖右晃的感覺 但是呢 到這一代你會發現說 過彎都抓得住的感覺 不會有一點 左搖右晃或者前輔後仰的感覺 我想它這一次小改款當中 從外觀開始到底盤的設定 我覺得它都是朝向一個 更運動化的微調 開啟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